說起外匯動物協會,今天有新聞 有沒有看過? 話說西貢有一位兄弟 有一位人兄養過一隻野豬 有沒有看過這新聞? 一隻野豬有名的 他養了十個月 他幫他改了名字 叫做湯姨仔 話說早前 有個主人 帶湯姨仔在西貢市中心 散步 誰知道有個市民 還是什麼報警 總之警察盜了一場 應該是收到的 警察是收到什麼市民 報案還是什麼 他說主人 約束湯姨仔 被主人虐待 於是立即 叫外匯動物協會 拉鬼了 把豬回去 聽後發落 據聞最新消息 就說可能要人道毀滅 很大機會 不知道星期五晚 就要人道毀滅 有些外匯動物協會 理由就是什麼 他說這個是野生動物 他說野豬 不能自養 因為大了 很暴力 開國國先 還有 他說什麼約束 都沒有證據 有照片 因為是一篇報道 那隻野豬 湯姨仔 他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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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不是說什麼 收到報案 說什麼約束 有照片 你會看到 那個主人 跟湯姨仔 有說有笑 又不知道 變分約束 你看下去 他們在開開心心 帶來散步 我不知道變分約束 有說有笑 有些人問 怎樣 痛那隻豬 跟鄰居 跟朋友 有說有笑 就不是說 跟豬 就不是跟 湯姨仔 有說有笑 有什麼問題 而且跟豬 有說有笑 有什麼問題 他自己跟豬 在說話 湯姨仔 你爭取笑 哈哈 湯姨仔 你爭取笑 哈哈 湯姨仔 湯姨仔 你爭取笑 哈哈 我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 不可以跟豬 有說有笑 人家的豬 用豬話 答不可以 不讓人家有 全心信 啊